耶穌誕辰後2018年 電音派對越來越多 加上DJKP以及 在星期六與星期天舉辦的Crazy Friday的加持 讓很多人對電音派對以及電子音樂產生濃厚的興趣 然而這些東西對很多人來說 都是屬於比較新穎的玩意兒 有些人甚至會常常使用演唱會的想法去套入 而這樣的思維想當然會衍生出許多的問題 但是也不能怪他們 因為對於很多人而言 跑趴尤其像是大型電子音樂活動 就像是化了妝的女朋友一樣的陌生 你今晚睡浴缸啊 欸,come on 別這樣啦 欸,babe,I mean dude,I mean babe OK,anyway,常見到的問題像是 我該做些什麼?我要怎麼樣才能到第一排? 現場有分區域嗎?表演時間表在哪裡? 現場可以置物嗎?為什麼要檢查包包? 可以跟DJ互動嗎? Alan Walker是歌手嗎? 兵馬雍是什麼東西? 然後到了要購票的時候 就會有接二連三的問題 像是GA Premium,VIP,VVIP這些 有什麼差別? 我如果買GA,我會有禮盒嗎? Premium又是什麼? 它跟Adobe Premiere有任何的關聯嗎? 等一下,暫停一下,今年的Ultra Taiwan 2018 票價超便宜 單日3600,雙日4999 記住了嗎? 好,我們繼續 接著,好不容易Line Up出來了 這樣滿滿的一張各種Logo 旁邊打個Phase 1 主辦單位還說之後會有Phase 2或Phase 3 那活動有兩天,這Phase 1與Phase 2跟這兩天有任何的關係嗎? OK,Hold up for another second,問題太多了 讓我先喝一罐Sponsor的Red Bull 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OOC TV,我是Venom OK,所以剛剛提到的那些問題 就讓我在這支影片裡面一次跟大家說明個清楚 以後要是你有朋友問這樣的問題,就直接貼這個影片給他看 OK,所以我們以9月8號、9月9號即將在台北大家河濱公園舉辦的Ultra Taiwan為例 來跟大家說明 首先,電子音樂器不是演唱會 它比較像是,嗯...海洋音樂器那樣子的形式 在不同的舞台上都會有藝人,也就是DJ,輪流上台演出 大家買票入場的時候,可以選擇GA、Premium、VIP等等不同等級的票券入場 比方說,GA stands for General Admission 也就是一般來賓 也就是從一般入口、排隊入場最基本的那種票種 至於Premium 則是指Premium Admission 也就是比GA稍微好一點的票種 購買Premium票種可以享有專屬的車與棚、廁所以及入場通道 而VIP 則是...就是...VIP I mean, do I really have to explain this? OK,如果你像我一樣,國小二年級在上英文課的時候一直都在睡覺 V.I.P. stands for Very Important Person 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人 Sometimes it's really weird to translate it, huh? Yeah man, we should just keep it in English V.I.P. sounds way better 而購買VIP票的人會獲得專屬禮盒 專屬的遮旅棚、廁所、霸台、置物空間、還有入場通道 但是規格會比Premium來得好 想當然,票價也會比Premium高一些 而當然,買了VIP的人可以去Premium或是GA區 但是,反過來講 買了GA的人不能夠去Premium或是VIP區 而買了Premium也可以進入GA區 但是就不能夠進入VIP區 就是一種等級高的玩家可以隨意進出高等區域以及新手村 但是初心者只能夠待在新手村這樣的概念 而在這邊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OOC小編Jessica的小撇波 那就是買Premium或是買VIP的票 但是去GA區玩 因為多半GA區是大家玩的最開的地方 也是舞池最瘋狂的地方 Warp Death Mosh Pit 以及大家最愛的左右跳Earthquake 也都只會出現在GA區 但是如果玩累了想要稍微休息 或者是想要去上廁所的話 就可以憑藉著Premium或是VIP的票去專屬區域 就不用在外面跟大家人幾人 接下來談談藝人 也就是DJ陣容 所謂的Phase 1 and Phase 2 意思是第一波與第二波公佈的順序 跟演出的順序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真正的演出順序是DJ schedule 打個比方 假設今天Phase 1公佈了Michael Jackson會來演出 那你覺得像Michael Jackson這種天王等級的藝人 會排在下午時段第一個演出嗎? 不可能嗎? 我剛才好像名嘴喔 不可能嗎? 就像台北市的路會有一天完全平了嗎? 不可能嗎? 就像用愛可以發出電嗎? 不可能嗎? 就像Apple會出一個便宜又好用的筆電嗎? 不可能嗎? 剛剛那個其實是公報絲綢 他們新的MacBook Pro真的讓我覺得 Apple 你們自己 你們是為了我還要用這個2015模特兒 這裡 如果Michael Jackson真的會來演出 一定是放在最後壓軸 或者是接近壓軸的時候 Rest in peace Michael You will always be in my heart OK 接著大家買好票 要準備去玩樂 這時候就會衍生出其他的問題 比方說 我要怎麼去第一排 我是不是要像iPhone 2000上市的時候一樣 在Apple Store的外面 徹夜露營 才可以去第一排 OK 我再重申一次 電子音樂季不是演唱會 在GA的舞池中沒有分區域 所以只要你想你愛站在哪裡 你就可以站在哪裡 就算你下午、傍晚或者是晚上來 你都可以集到最前面第一排 當然前提是 如果你有本事穿過現場幾千幾萬個人的話 但是你入場之後也別急著直接往舞池裡面衝 因為現場園區很大 有很多好玩的玩意兒 以這次的Ultra Taiwan為例 我們可以先去看看贊助商們的有趣餐位 玩完遊戲拿到贈品 接著我們可以去換代幣 然後去餐車的部分逛一逛買東西吃 就像我常講的 Can't party with an empty stomach 接下來可以去野餐區 坐下來野餐 好好欣賞大家和命公園的美麗景色 接著還可以跟三五好友們一起去罷財 喝喝小酒聊聊小天 一起期待著演出最後的煙... 這是Ultra Taiwan的介紹嗎? 為什麼看起來像是TLC的... Oh shit 我翻錯一頁了 OK 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剛剛那些一樣可以在Ultra Taiwan實現 沒有問題 而且很重要的是 你還可以看到造價兩千萬元的主舞台 以及如隧道一般的 Resistance 反抗軍舞台 還有以台灣當地優秀DJ為主的 Regional 地區舞台 以及 Steve Angelo Axwell & Enrosso DJ Snake Marshmallow Eats Everything Eats Everything? Eats Everything? This Guy Eats Everything? Pan Pot Ferry Corston 以及Oliver Helden 等世界級的DJ 而當然在電子音樂季跳舞是一定要的 基本上只要隨著音樂節奏擺動 再加上DJ的指示就可以了 這乍聽之下好像很簡單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一定一定要跟大家提醒 當DJ說 Hey!的時候 你要回 Ho! 而不是回 Hey! 而記得你Ho!要Ho!在拍子上 像目前這個畫面就是100%的錯誤 我自己是覺得柯文哲是一個不錯的市長 但是他那個真的是 蠻明顯的錯誤示範 而其他像是 Put Your Hands Up 或者是 Everybody Scream 就是要你雙手舉高 大聲歡呼的意思 但是有的時候也會有比較複雜的指令 像是 這個時候大家就是要蹲向 等Drop出來的時候 全部人一起跳起來 所以如果這個時候大家都還是站著的話 在台上的DJ會很難過的 DJ Snake你看我對你多好 我事先幫你打了預防針 Drop Young 其實整個Ultra Taiwan並沒有什麼規則 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可以野餐 可以聽音樂 可以跳舞 可以認識新朋友 但最重要的是 要玩得開心 OK!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各位記得 9月8號 9月9號 Ultra Taiwan 2018 如果你們在現場看到我的話 歡迎過來拍打衛時 拍照 Come and say hi See you guys there See you guys there And remember Always Go Out of control